据报道 美国总统国土安全事务顾问兰德尔称 考虑到中国不断扩充核武库 大规模部署民用核电 美需同中国合作 以减少目前世界面临的核威胁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一向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 美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核威胁来源 美国反复炒作中国核威胁论 不过是为自己扩张核武库 维持军事霸权 寻找借口 我想再次强调 中国在核政策上历来采取 极其慎重负责的态度 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 最低水平 发言人介绍 美国近年来大肆升级三维一体核力量 不断强化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四处构筑军事同盟体系 并通过增强延伸威慑 开展核潜艇合作 构建极具冷战色彩的小圈子 美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核威胁来源 美方应当彻底反思自己的核政策 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 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以有意义的实际行动减少核风险 反而人表示 美国作为最强大的核武器国家 应以负责任的态度 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与安全战略稳定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